小朋友拿著親手畫的父親節卡片 還有兩張100分的考卷 在父親節前一天 想念好久的爸爸終於能回家了 他會不會很開心 爸爸要說什麼 今年3月中 金門的湖姓釣客除海捕魚 卻迷航到中國大陸 被大陸海警巡獲 但因為軍人身分被滯留 至今將近5個月 陸方終於在7號放行 立委陳日貞上午陪同家屬 搭乘9點的船班 希望廈門將人接回來 事情大概是很好啊 剛好又是明天父親節 是一個很好的禮物 希望趕快把兒子接回來 以後就不用煩惱了 每天晚上都睡不著 所以兒子可以回來真的很高興 他有準備那個豬腳面線 他會休息給他吃的嗎 有有有 家裡都準備好了 然後那個 也放個變化 讓他血氣一下 讓他回來的時候 這個重新再出發 心愛的兒子終於能回家 媽媽感動的不斷試淚 一行人9點半抵達廈門五通碼頭 並在11點搭船 11點半回到金門 家屬經過將近五個月的苦苦等待 一家人終於能再度團聚了 TVBS新聞 許英文 陳嘉童 金門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